带着对妈妈的承诺 第二天一大早 樊磊君就起了床 比往常更为精心地 画了一个精致的妆容 还穿了一条特别艳丽的 霉红色的连衣裙 就出了门 手术室门口 他笑着和家人告别 但是一转身 就泪流不止 医生看到他的打扮 被吓了一跳啊 因为医生还是 头一回看见 病人画着妆镜的手术室 其实 樊磊君在进手术室之前 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他希望自己给家人留下的 哪怕是最后一面 都是最美丽的面容 好在 五个小时的手术 进行得非常成功 而就在樊磊君以为 雨过天晴 马上就能出院的时候 意外又接踵而至 手术的病例切片显示 樊磊君是三阴病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五年生存率不到15% 除了放化疗之外 无药可救 可是化疗的后果就是 樊磊君开始 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这对于如此爱美的他来说 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但是樊磊君并没有被疾病打倒 他所幸 把头发全都剃光了 还专门买了一条特别漂亮的丝巾 把头给包了起来 还在脖子上打了一个漂亮的小花 医生建议说 要多下床地走动走动 锻炼身体 他就穿上了自己最喜欢的裙子 踩着高跟鞋去逛街 除此之外 他还把大部分的精力 投入到自己办的摩托队里 天天呀 打扮得美美地去上课 几乎已经忘了自己 还是个病人这回事 一直到2016年的9月 樊磊君去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却显示 所有指标全部合格 他体内的癌细胞 神奇地消失了 樊磊君用美丽 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我现在是新疆自治区肿瘤医院的客座教授 他们每年会让我去开座谈会 他们说 樊磊老师 你一句 顶我们一千句 这些病人 都渴望看到你 我每次都把打扮得非常的漂亮 站在他们面前 我会说 姐妹们 你们的今天 就是我的昨天 那么我的今天 就是你们的明天